地球绕地轴转一圈需要多长时间? 答案是,R14小时或一天 如果我们从顶部看地球,我们看到地球绕北极轴逆时针旋转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这个旋转轴,我们会发现它是相对倾斜的 它不是垂直于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轨道,而是倾斜按时3.5度 地球绕太阳转一圈需要多长时间? 答案是,365天或一年 在地球绕太阳运行期间,它遵循一条近乎圆形的路径,但是有椭圆偏心率 太阳不在椭圆的中心,而是在椭圆焦点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每年1月地球离太阳较近,每年7月地球离太阳较远 这是否导致我们有季节?答案是否定的 按理说,离太阳近,地球会变暖一点,1月地球离太阳较近,但北半球并不温暖 所以,季节必须有其他原因 让我们回到地球的倾斜轴 当地球围绕太阳运行时,它每年旋转,365次,而轴保持倾斜 在6月按时按下之日,倾斜导致北极面向太阳,而南极背对着太阳 当时2月按时按日冬至时,北极现在远离太阳倾斜,而南极则向着太阳倾斜 这种倾斜解释了为什么北极在1月经历冬天,而南极正在经历相反的季节 北极背对太阳,获得较少的阳光,而南极面向太阳获得更多的阳光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这一点,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太阳光线是如何撞基地表的 首先,请注意,在7月和1月之间,9月按时3日秋分,地轴两极都不会背向或朝向太阳 所以,随着地球每按时4小时的自转,地球表面的每个区域将接受12小时的太阳照射和12小时的夜晚 白天和黑夜的长度相等 当太阳光线照射到地表时,它们在岔道最强,直接在中间,它们离90度角基球 随着地球向12月按时按日,移动冬至,北极越来越远离太阳倾斜 在冬至最大倾斜当天,太阳光线现在直射南卫23.5度或热带磨节座 南极圈内的每个位置都有24小时的光照 这为南半球创造了夏季 在北半球,在北极圈内,情况正好相反,24小时的黑暗,被封的冬季 这样,当我们到达3月22日的春分时,地球的倾斜再次向太阳 地球接受等亮的阳光和黑暗,直到再次收到阳光直射 正50分,太阳会直接在头顶上 到6月22日下之,我们看到倾斜将北极移向太阳 因此,北极每天接收到越来越多小时的阳光 被半球经历夏季,北极有24小时光照 太阳就在头顶,提供了它的在赤道以北爱尔13.5度的北回归线处最强烈 当我们继续观察这个过程时,我们可以看到南半球在移动 从冬天到春天,夏天,通过这一年的轨道 秋天,又回到冬天,而北半球则经历相反的季节 请注意,南北半球有相反的季节,这北半球的冬至是南半球的夏至 那意味着阳光爱好者可以计划旅行,以最大限度的暴露在阳光下 在12月、1月和2月前往南部半球,在6月、7月和8月去北半球 如果民正在寻找地球上最强烈的太阳,经前往处道 6月为北位暗时3.5度,12月为南位暗时3.5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